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紳士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個突發事件 北區有一間酒樓塌了一些假天花 然後有很多食客要增傷酒鼻等等 非常驚險 而那間酒樓現在已經停業了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接著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印度的變種病毒 新冠變種病毒集港 所以文杰一直跟大家說 雖然現在沒有口周靈 不過人多的地方大家都戴口罩會好些 就是這些原因 接著又講講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中央港澳一個領導工作小組的成員 終於出了路 從裏面的成員來看得到 其實香港的戰線就是要拼一件事 叫做國家安全 為何文杰這樣說呢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究竟小組內有甚麼成員 下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今天就發生了一些很特殊的意外 就是在粉嶺叫做一個 碧湖商場裏面的一間酒樓 免得說哪間 就發生了一些 塌天花的意外 有一幅大約八米乘兩米的假天花 突然之間 倒下來了 那些碧市就散落一地 那時是一個早茶時段 在裏面喝茶的人 基本上都是長者 嚇到很害怕 落荒意圖 很多的茶客都是慌忙地結帳離開 這些就是有質素 甚麼意思 你試試 在某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些人第一時間 是衝出門口 做埋單 是 現在是天下降 我們香港人的質素是 埋單快點 沒人受傷 沒人受傷 警方和消防同事接報到場後 封鎖調查 酒樓現在是暫停營業 今天早上大約九點鐘左右 粉嶺的叫做 一鳴路15號碧湖商場的酒樓 倒下了 假天花 壓住桌桌等等 現場很多人 大部分長者 他們聽到這些巨響之後 有些人失聲呼叫 然後不斷地走 走啦走啦 不過 也叫做走得 有意外得來也叫做秩序 那麼多人走 又倒下了假天花 怎麼辦呢 這件事 這件事證明香港又是福地 為甚麼呢 因為 八米乘兩米這麼大片的假天花 都沒有人受傷 你說 香港是不是福地 你想想 這樣 那些人走法 都還是要先埋單 你想想香港的人有幾天質素 不過 是香港的上一代有質素 因為都說了 今天 的飲茶時間是 早茶茶市 長者多 你想想 是上一代的香港長者 反而很有質素 你想想如果是下一代的那些 你會怎樣 可能不是 但臭了也不出奇 網絡上面有很多的圖片和影片 有些假天花掉下來之後 就押著餐桌 腦吹了大腦 桌上有很多的杯碗碟碟碟碟 全部是未收拾的 有網上的影片 就拍到有些藍石客 就大叫走啦走啦走啦 網民留言說 這期粉凌整天塌天花 有人歸咎 是否鼠患嚴重 所以是 塌假天花 因為他們說 老鼠又肥又大隻 整隻貓這麼大 晚上基本上是老鼠的世界 老鼠經常在假天花 那裡跑來跑去 嘴嘴嘴嘴嘴 是不是老鼠呢 卓永興思想要 老地滅鼠 大家都慨嘆感嘆 就是好運 全部人都沒事 細客們就 嬰壓汗等等 酒樓亦是很好的 其實它都隨即是協助食客離開 並且拉起了圍板 亦都說今天暫停營業 就被警察和消防員了解情況去調查一下 在現場所見 基本上塌的假天花露出了電線、光管 地下那裡還有碩屎等等 最大塊有30厘米 30厘米其實都頗大舊 所以這些香港就是福地 這樣塌的假天花是沒有人受傷 還要是個個去埋單 你想想香港人 本來香港人的質素是多好 多乖 當然現在新一代那些真的有很長時間去學 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也有很長時間去學 究竟香港人會變成怎樣呢 這些質素真的不知道 不過中觀來說 你其實看到這件事來說 上一代是不錯的 上一代是不錯的 接著我們香港 最近有些新冠疫情的反反覆覆 民意之前都說過 很大機會都是幾何級數上來 昨天公佈的新冠感染數字 都去到200多 所以大家也要少一點 但是我們說200多而已 但印度那邊是厲害的 印度那邊是很厲害的 出了一種新的變種病毒 叫做交叉BB.1.16 那就是在印度大爆發 上星期五 一天內有一萬一千宗的個案 不過我們 即是香港的專一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說 香港有個案傳入 就是有這個交叉BB.1.16 他估計在外地傳入 不過在香港好像沒有爆發 雖然病毒的傳播性是高 但是病毒的嚴重性 未見增加呼籲市民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還是不用擔心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在一些人多聚集的地方 戴上口罩 對於自己來說是安全一點的 許樹昌今天在相同節目裡面 就說這個交叉BB.1.16 的病毒在29個國家和地區出現 香港也有驗得到 是輸入個案 不過在香港沒有擴散 暫時好似 呼籲市民不用擔心 他就說這個病毒傳播性比較高 兒童患者容易出現眼角膜發炎的機會 病毒又不見有怎樣的增強等等 有病例的地方 死亡和重症的數字都沒有急升 所以應該是細矮的 不過許樹昌教授提醒 加上如果見到小朋友的眼角膜發炎 或者有疑陽 應該要帶他們去看醫生 說真的 你看到小朋友眼球這些位置 腫了、脹了、紅了 你都沒理由不帶他去看醫生 對嗎 許樹昌教授又說 目前的新冠口闊藥物 對新的變種病毒是有效的 新冠疫苗產生的T-19反應 亦對付新的變種病毒 都是有效的 他又說 香港現在解除了口罩令之後 仍然有不少市民背戴口罩 認為即是個案上升也好 市民也會自覺地戴口罩 例如賓潔 人多最少的地方我一定不戴 人少的地方我應該會脫下它 特意吸一下病菌在肚子裡 這樣才可以好好地去平衡自己身體內的抵抗力 然後我們說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中央廣澳工作領導小組名單出路 名單出路 基本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由石泰鋒、陳文青、黃小紅、秦剛和夏寶龍 五個擔任副組長 當然組長就是丁薛祥 這個是今天時候 我要說一個shows 免得別人要作文 就是星島日報的獨家披露 就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是丁薛祥 確定是掌管我們的中央港澳領導小組 也是主管港澳事務 據悉 澳門新聞界上星期就是訪經 獲通報丁薛祥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副組長有五個 包括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鋒 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青 公安部部長黃小紅 外交部部長秦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主全條議員會的顧問 劉兆佳教授 我差點加起來 不好意思五個元 劉兆佳教授認為 兩個政法首長擔任港澳的副組長 副組長基本上顯示到中央認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線 是未足穩 未起好 未穩定 未穩陣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第一件事 丁薛祥常務副總理 做領導小組副組長 這是一個常態 因為上任的常務副總理韓正 亦做了組長的角色 所以由常務副總理去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正常的 然後副組長五個 第一個 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鋒 很明顯 香港在統戰戰線裡面是很有一個價值 現在直接去做一個統戰工作 是要做得更加好 然後就是政法委書記 很明顯 這些亦都在說立法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國家安全 即23條 很明顯 公安部部長黃小紅 很明顯 亦都是關於安全上的事情 公安部部長 亦都包括了間諜各方面的事情等等 希望他們繼續看著 大家知道香港這個地方是間諜全世界最多的地方 怎樣才可以令到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做得好些 其實公安安全是很重要的 外交部兼公務委員秦剛 這個其實就是對外事務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們香港的價值就是對外和對內 對外的時間當然是涉及到外交工作 而這件事我們香港政府是沒有外交的權利 所以這個就要交由駐港公署去負責 而駐港公署對上的就是外交部 所以由外交部部長秦剛應該會幫手主控外交事務 還有國務院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好明顯 港澳辦大家都知道 就是由夏寶龍主任負責 亦都是香港和澳門的事務 都是由他會主理 這個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得力 一個猛將 猛將兄 所以由他去繼續負責是很合理的 即是說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都很關顧著我們香港 很明顯大家看到 將這五個人一起連起來 大家看到這五個人都是一個很失光的強硬人士 強硬派 即是甚麼意思 二十三條 不用想 一定是非常之重要 二十三條 OK 在上星期四 十三號晚上 當時在香港考察的夏寶龍主任 亦都是 即是 見到特別人政區的高層和行政會議成員的時候 他說了 他說過一句說話 他就說 我帶來習近平主席和丁薛祥副總理對大家親切的問候 其實這句說話已經間接承認了丁薛祥是主管港澳的事務 對不對 這件事就升到日報 澳門的新聞界高層訪經團 星期三十二號去了 拜訪國務院的港澳辦的副主任楊萬明 楊萬明回答新華澳報社長的提文的時候 證實丁薛祥出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副組長就有五個 也都是他們已經核實過核對過的名單 所以都是非常準確的 如果由五年前去看 五年前首先 中央港澳不是工作領導小組 是協調小組 當時副組長是政治局委員 兼網事辦主任楊潔篪 中央統治部部長 柔權 然後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 但是在2019年爆發了反修例暴動之後 加入了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坤 以及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入了去做副組長 2020年建立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很明顯升格了 副組長維持不變 新任的港澳辦主任 就是夏寶龍主任擔任常務的副組長 大家可以看到重要性 其實對於香港中央將它升格了 劉少嘉教授接受訪命的時候說 這次副組長依然由統戰外交政法幾個系統組成 他亦認為維持兩個政法首長去擔任副組長 即是顯示著中央認為我們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上還未穩定 甚至嚴峻所以必定要加強防範成為 即是不可以令香港成為一個顛峰的基地 同一時間亦都要防禦外部勢力去干預我們香港事務 所以你就會見到外交部在此 國務院港澳辦升格為中央的港澳工作辦公室 然後劉少嘉教授不掌握夏寶龍現在是否出掌中央港澳辦的消息 但是留意到現在中央用一些高級幹部 不會理會一些年紀 而且夏寶龍主任臨危壽命 推動香港由亂轉治 是能夠出成績出來的 現在又來香港做一些大規模的條件 所以他就說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性 很明顯大家可以看到 夏寶龍主任真的很關顧我們香港 六日留租 今天還在這裡 明天才離開 我也說過 當夏寶龍主任離開之後 即是 沒有明顯看到他的關顧 所以香港一定是明天會更好 好嗎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趁好留言訂閱明傑新事導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